就是我父亲他喜欢古董 字画 玉器这些 他收藏了大量的藏品 但是我们作为家里人呢 感觉他应该是上当受骗了 非常着急 家里人怎么劝他呢 他也不听 所以希望通过咱们栏目 还有这些专家帮我给他做的饲养工作 为此我们也请到了三位非常专业的老师 这位是华夏典当行的首席鉴定师胡老师 欢迎 这位呢是著名的心理专家邵然老师 欢迎 这位呢也是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王可律师 欢迎 希望呢今天在这三位专业专家的帮助之下呢 能对你们家的事情呢有一个缓解 那请您回到我们的访谈区来进行访谈 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您想到向我们来求助呢 我是在家无意间发现的 就是给我父亲找东西 然后发现里边好多字画 玉器 钱币 各种收藏品 整整一床里头 你等等 你爸爸把所谓的这么多的值钱的东西 全放在床底下 对 因为那个床谁都不会去看的 它要搁在柜子上 或搁在其他房间 大家一眼就能看见了 怎么没告诉过他呢 想着 告诉我我肯定买不了 为什么 反对 你能跟我描绘一下当时那个情景吗 它那个字画特别长 每个字画都是这种金黄色的 那个 那叫盒子吧 就这么保管着 就是这样的字画有很多 还有红布包裹的那个 还有红盒子 里面有那个玉佩啊什么的 因为我不太懂那些啊 然后那个整 就单身床嘛 整个那床 就是长方形的 基本都摆的挺多的 达斯我也想象不到 会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我认为啊 确实也能挣钱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 说这件事情了 然后我妈也非常吃惊 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事情 因为我妈天天在家 都没想到说 她什么时候把这么多东西 拿进家来的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非常吃惊 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见过 而且也不知道 她怎么拿进家里来的 那你11月份是因为什么原因 怎么就突然动了那个床呢 是因为她没在家 然后帮她找衣裳 然后就掀开了 掀开了以后一看 没想到里边是 全是字画什么的 你要是这个事情 如果换到我 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高兴 我会觉得 怎么我们家突然多了 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啊 发财了 就那种心态 我不那么想 因为它就是跟咱们 普通的老百姓一样 但是喜欢 只是喜欢爱好这方面 它又没有这方面的 专业知识 所以我们当时这脑子 就是神经 就是立马就警觉起来了 感觉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怎么会买这么多东西 我没觉得她上当受骗 第一反应是 觉得她上当受骗 你有没有马上 治个你的爸爸 后来我问过她 她怎么说呢 她说当然是真的啦 说这东西肯定能升值 然后可能 还能短期变现 她有没有告诉你 那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五六年前了 五六年前 对 也就是那些东西宝贝 不如续续的 放在那个床底下 已经五六年之久了 没错 而且我还质问她 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 她就偷偷摸摸 干那件事情 所以我们心里就 一个也是气氛 第二个也是提她担心 爸爸在这个家里 仅有的一个小天地 就是她的床 所以那个床 成了她这么多年来 保守秘密的地方 对 我是知道 其实我们的节目组的 幕后工作人员 也就是我们帮女郎斯文 她其实在前期采访的时候 去到过你们家 请问一下斯文 当时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 一切是像这位女士 讲述的那样 让人很吃惊吗 实际情况 现在大姐已经 把这些画都转移了 但是我也去实地 已经探查过了 她的那个床很宽 很大 如果当时我想象 如果这个床底下 是布满了收藏品的话 是不小的容量 她现在不管 这些东西直布之前 她现在已经都 清朝地转移了 因为她现在怕 父亲再做出什么 她不可控的事情来 我判断就感觉就是上当受骗 我没觉得 她是上当受骗了 对 女儿陈女士坚持认为 父亲受了骗 并且在发现藏品后的几日内 将其全部转移 那现在这些字画在哪呢 现在放在一个仓库里头 没在家 现在全给放走了 为什么要转移它呢 觉得家里很不安全 怕人家把我们家给抢了 所以就是赶紧把这画转移了